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今天专程到金山墓园出席郑南荣追思活动 蔡英文公开承诺举证之后会立刻交办正式订定台湾言论自由日 纪念郑南荣为台湾牺牲的精神 至于政台相当关注的翁启会案 不管记者怎么喊话蔡英文都闭口不打 主席翁启会你要怎么处理 他520后不回来你怎么办 总议院长你有人选了吗 不管记者怎么喊话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微笑不回应 中研院院长翁启会陷入号顶案 前一天才会在中职会用重话 希望翁启会尽速返国说明 维护中研院的声誉 似乎想跟翁启会切割 但出席郑南荣追思活动 蔡英文将自己和郑南荣紧密连结在一起 这是我们第一次完全执政 我知道台湾的人民期待很深 此刻是郑南荣当年难以想象的历史的契机 但我知道如果没有像乃龙这样的民主前辈的努力 我们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推崇前辈郑南荣对于民主的奉献 在郑南荣遗孀叶菊兰的陪同下 蔡英文目前献花之意 神情相当严肃 郑南荣殉道27周年这天出席追思会 蔡英文借着这个机会承诺上任后 要将4月7号定为言论自由日 我要借着这个机会再一次宣示这个承诺 有关言论自由日的订定 执政之后我会立刻交代相关的单位 来严理办理 今年活动各地遍地开花 郑南荣的牺牲象征民主的开端 蔡英文在用具体行动 纪念郑南荣让大家缅怀这位民主斗士 早安台湾 百合摩沙 有点TV成语萧比 西面市报道